你会有预设的这个储存格式 原来是通用的话 那你按下去 它就会 即使你程式写对了 也是会错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录制一个具体 假设我用这个Macro4好了 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我在这边点一下A栏 按右键 储存格式 把它改成文字 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把它停止录制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那个Visual Basic 里面呢 就会出现 Sub有个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Sub 这个副程式 那里面呢 实际上就是这 这两行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你把这两行程式 复制之后的话呢 再贴到我们的 流水号的这个上面 贴上去 它在执行的时候 自动会先把 这一个 储存格式改为文字 那如果本来就文字 在改文字 也不会影响 反正一定就是文字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你如果说呢 你不希望 程式码重复的话 那我前面好像 都别说呢